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来自己发明这两句话以后觉得很感动 一方面这两句话代表了科学家发展科学的过程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这两句话就很巧妙地把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结合在里面了 所以问一下在座的来宾们去过科博物馆请举手 去过科博物馆请举手 大多数都去过科博物馆 我看在眼里 我会在门口里 这个声音怎么会 好 音控 耳麦 听得到吗 好 所以我们在座解自然现象背后到底的过程中 常常会出错 听得到 如果大家只能站在一个地方讲 那原因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们的物理知识不正确 第二个呢我们的大脑认知有问题 然后多半个时间呢是两个东西的结合 好 没问题 物理知识不正确 大脑有问题 那当然这是非常depressing的事 但是这个depression今天现在才开始 到这个研究中以后大家会觉得非常挫折 那是常常提供给大家的东西 让大家知道很挫折 然后两个黑洞互相反正让大家知道是谁吧 这个人很熟悉 因为学物理人都知道 我以前进到台大物理系的时候 对物理还没有了解 但竟然发觉班上有好多 极端崇拜物理第一志愿进台大物理系的人 我们班上那个时候 第一名第二名 都在我们班上 还有一个同学 还有一个同学 大一进去我们说 他长得很像爱因斯坦 到了大四的时候 我们说 爱因斯坦很像他 有一回我在大一 走在物理系的走廊上面 看书一提不讳 对面来一个大二的学长 我就问他了 他三下两下跟我讲 我懂了 好高兴 我就说学长你的功力真高 他看看四下无人就把我拉到旁边去 说我一心 我跟你讲这件事 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是爱因斯坦去世那年出生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往下接这句话 你知道吗 这些年常常跟加州理工学院Keltech 这个美国数一数二的学校合作 那有一回到Keltech 去那个当地的教授就说了 Dr. Sun 下次你来早点跟我说 我说干嘛 他说我可以安排你住学校里面的 那个教授 连一听的 我说有什么事 他说我可以安排你 爱因斯坦睡过的房间 躺他躺过的房 我说会变得比较聪明吗 但是大家对爱因斯坦的崇拜 还是非常不得了的 所以你看到都会比较熟悉这个人的样子 重点当然不是这个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件事情了 LIGO我们就不说了 我只是很高兴 这里面有芝加哥大学里面的团队 是以前我们的台南物理系的学生 他在高中的时候 北女的时候 有一回我们在夏令营里面 陈欣宇还问过我 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他们当时对物理跟天文很喜欢 可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 我们没有时间看那影片了 反正另外 这是爱因斯坦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遗违了他的遗言 把他的脑子给保留下来了 然后科学家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脑子 你看到没有 处理舌头跟脸部触感讯号特别发达 左边控制舌头脸部活动区也很发达 我以为常吃零食的人也会这个样子 可以解决物理难题 三岁才说话 虽然思维强 胡说八十年才发觉了 研究六十年跟常常没什么太大差别的 但是我们在前两个礼拜 演了我写的第五出科学艺术舞台剧 前面四出戏我问一下 第一出戏2009年全球天文年 我们演咖喱略的故事 看到了刘亮佐在两天院广场上爬上了 高达四五层楼的比萨鞋塔 往下丢一个中和一个青的东西 看过那出戏的请举手 真的好感动 果然我们是一个selected group 第二出戏那年的东西 宅芳靖 看过哥白尼的 第三出戏 发生 第四出戏 我觉得最热闹的是 哈利牛顿 看过请举手 哈利牛顿 太感谢了 第五出戏 恐怕在座没有看过 前两个礼拜刚才台大演出了 比较小的内容 就是爱因斯坦的前半生 因为 为什么是爱因斯坦的前半生 因为经费不够 科技部很好 科技部想的是说 今年是 去年是 广义相对的一百周年 今年是 今年是那个 钟立波一百周年 所以要做点什么事情 就给了一笔钱 让我们再写出戏 但 但你可以看得到 这我们在小剧场演戏的过程 这是谁 年轻的爱因斯坦 这是谁 牛顿 这是谁 咖利略 为什么 因为他的理论 爱因斯坦其实推翻了 好多人的理论 或者是扩展了 好多人的框架 所以呢 爱因斯坦跟牛顿 咖利略跟牛顿知道了以后 就很不妄 从天堂下来 我这些蛮有意思的 但是他的生活 其实蛮悲惨不如意的 爱因斯坦生活 其实很痛苦的 当然你会知道 1914年 他们的婚姻就破裂了 但是米列离婚的条件是什么 诺贝尔奖奖金要给他 诺贝尔奖奖金要给他 他什么时候拿诺贝尔奖 1921 1922 所以米列 我脑子知道 他一定会拿诺贝尔奖 然后 所以大家知道 同学们从这个教训里面 你以后不要离婚 要不然不要得诺贝尔奖 不要同时离婚 跟得诺贝尔奖 那是一场空 好吧 观察日识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 老年的爱因斯坦 年轻的爱因斯坦 中间14岁的他的照片 两个人在空间的影子上面 对话的感觉 本来以为 为什么讲这么多 就是只是讲到爱因斯坦的脑子了 那我们就会不会说一下 这是博物新的展览 在脑中前空 电脑 已经成功地打败了 夕阳起 前些年打败夕阳起的时候 人脑还酸溜溜地说 夕阳起太简单了 因为每个角色都有特定的任务 你能够打败围起的话 人类的围起就来了 已经来了 4比1 所以你会知道 这是一个脑的世界 当然你看一下前面这个脑机结合 这是目前必然的趋势 所以同学们 看到了脑机结合 必然趋势要怎么办 赶快存钱 赶快存钱 不要以后 等到定考试考场的时候 这边只能插个一G的 旁边插个一T的 我就 就 蛋了 好了 所以这其实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是博物馆的展览 这是一个脑的世界 美国人会把 比阿波罗计划还多的 解释放到Brain Research里面去 所以这只是跟大家介绍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多说了 OK 谢谢 我有支麦克风 大家只能看一下 这个东西其实颜色是一样的 但是你把它摆在一个 不同的背景里面 你会觉得有深有浅 那里面有很多互动的游戏 看起来深跟浅 但合在一起是一样的 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容易受骗上当 你以为两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你看一下 你以为从深到浅吗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会知道 还是一种外硕的因素 颜色是什么东西 学物理的人要知道颜色 大家眼睛盯着这个地方看 你盯着这个十字看 同学们告诉我 旁边跑的是什么颜色 旁边跑的是绿色 你盯着这边看 你告诉我旁边跑的是什么颜色 紫色 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子 这边根本没有绿色 这边根本就没有紫色 它只是轮流消失就是了 但你的大脑会把它的互补色 自己把它放进去 根本不存在的事 所以尤其到了农业七月 你不要让你的 很多事情 让看到很多 也是不存在的东西了 所以这我们就都跳去了 你就知道这两个点 看起来它比较大 它比较小 对不对 你不要只看到 那个漂亮女孩躺在这个地方 这个图是告诉你 八月越高越敏感 什么地方最敏感 手指尖 人的手指尖非常非常敏感 所以你知道触觉 在国外的展览里面 用非常非常高层次的东西来做展示 点字 到我们观里面的展览呢 我们有什么东西来做 麻将 味觉也很好玩 各位 其实我们的酸苦 中医讲酸苦 甘心 咸 那个腥 辣 其实不是味觉 它是一种痛觉 大家会知道酸甜酷咸 换得出来一个什么腺 这才是现在我们认识的 五个味道 酸甜酷咸 但细节我们有很多说的 不是好玩的是什么 好玩的是说 大家有吃过神仙 神秘果 神秘果 吃过吗 那天 那天我们的同仁就 先给我喝一点柠檬汁 先榨出来柠檬汁 喝下去 酸的不得了 然后神仙和神秘果吃了以后 两分钟再去喝柠檬汁 会变得甜的 馆长有庞信 馆长收的冰箱里面 有一瓶 颠太风的醋 我真的拿出来喝醋了 酸的不得了 然后神秘果以后竟然变甜 大家知道神秘果现在是发展成为给糖尿病人的西里安慰性 吃了这个也好 吃酸的就变甜了 所以这是味觉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在博物馆里面做出这个展览 你看 这个我们刚刚讲Y798 看起来还是Y798的东西 实际上是完全平行的 这个猫耳朵 各位男同学一定要买 为什么 因为 你可以知道你的女朋友心里在想什么东西 大概通过你脑波的反应来你的心里状态 短期记忆 各位记得吗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一个数字左右 细节不说了 这个真的是布希班的 布希班的广告 那 老子老化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过程 听觉的年龄就很痛苦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触控萤幕是让你去拉 不同的频率听到那个声音 你知道年纪大的人对于高度的反应是越来越差的 所以每次我去验收这个展览的展览都不能通过 你走到高度 没有 我说这会不会坏掉 旁边很成熟 班长 他有绳子 听不见就是 这会不会非常 非常沮丧的事情 所以 触觉 这个好玩 你看 转头龙在博物馆里面口 看上去转头龙 很可爱 但你会发觉 跟着他走的时候 那你会跟着你走 看着他 好 然后你看一下 whole family 一个家庭 然后他这一转到看着你 所以你会知道 但是怎么回事 他们真的有转头吗 你看到 民众觉得很好奇 怎么回事 他都会跟着转 你看一下网路上面的东西 网上网完对吧 一个小龙板在这边 蛮可爱的 带了一堆 那重点是什么 他就是人家的一个硬质板造型 没有地方在动 他就是一个硬质板 为什么你的脑子就伤害 这就告诉你说 我们的脑子每天很努力的去合理化 他所看到的东西 所以呢 有些东西不存在 不正确 他照样把他合理化的来做 你看角度偏一点 这是影质板 可是呢 转过这边来 同时出现 重点不是他 什么是他 当然只要来看他VR科技 江恩师院士的研究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十年以前 我请江恩师 到台大展望系列演讲来 讲什么 讲火影脑研究的愿景 Expectation 十年以后我再请他来展望演讲来讲什么 很基本成果 两件事情 让我印象深刻 一件是什么 果蝇的行为控制 果蝇的脑细胞 几个 十八万六千个 江恩师基本上知道 每一个脑细胞的中有作用 跟身体神经的传导 所以呢 他可以控制果蝇 一切行为 光照上去以后 他放给我看影片 那个果蝇叫他往前走 往前走 往后走 往左走 往左走往右走 叫果蝇翻个跟 叫果蝇把左边翅膀伸出来抖一抖 你就真的看到他 他坐着翅膀伸出来 I was so amazing 同学们看到这样的现象以后 你会问什么问题 下一步是 人嘛 你说老师不可能吧 果蝇的脑细胞是八百六千个 人的脑细胞 八百六十亿个 差太多了 可是你知道吗 两者之间保留基因 百分之七是一样的 所以呢 将来是说了 是有可能的 十年以后你走在路上 别人拿光露一照 就乖乖听话 这已经很有意思了 下一个是什么 记忆形成 将来是能够做到 果蝇活生生的脑子 拍得到他 脑子里面 记忆蛋白流出来 在某一个channel流出来 形成 固化 记忆蛋白固化的过程 什么意思 那是果蝇的 Memory How is memory force 它的记忆正在形成 以前我们还不知道 记忆在哪里 我们现在竟然看得到 记忆形成的过程 这就是个真的 但是我跟家人是讲的 说这个东西 最早会先到我路上 要不然很多家长 就会找想法去买 记忆蛋白固化 给想法打得到什么 我们去 教育一样也会是 好 列绿 也就是针对这种学生 今年 明年 明年我们的展览是 东华 也是个VR有关的 哦 先走动马 然后 也是个东华 我 下离本一 台南 我一年教授 在台南做一发表会 他把东华 跟物工的果化 做成一样 我试过 正好 东华有好几个洞 非常漂亮 我以前对东华 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明年要做东华 所以呢 今年的六月份 同学们找我 去了一趟东华 那一趟真的是 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 千年的佛教艺术 在东华 是不得了的规报 但是呢 洪一平教授做了什么 戴上第二以后 你就发觉 你身处于东华的 某一个有名的洞窟里面 四面八方 都是壁画跟神像 然后你两个脚一跳 你整个人就扶到东华上方 飞天 然后看着就 上面的壁画 靠着主体的扭动 慢慢地飘下来 从上到下 欣赏壁画 旁边人看到吗 这人好傻 有趣 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很漂亮 那我想跟大家讲 说在欧望好玩的时候 你会看到 很多有趣的东西 像这个 九个 九面电视组 的电视墙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上面的这些小箭头 都是地表方速度 但你看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 澳洲嘛 南半球 所以这些速度 小跟大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颜色会告诉你速度不一样 所以同学不能告诉我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两个台风 这边是台湾 可怜的台湾 这两个台风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 下一个图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更精彩 为什么 这个环境是哪里 各位在哪什么地方 美国的佛罗底达州 我们记不记得 这边是哪里 这一派 这一串 波多黎各 多米尼加 海地 古巴黎 你看这些小小的线 小小的线在旋转的过程中 就是风的方向 这七月 到了2011年的八月份 我希望大家看到解释 红色是海面温度高 黄色是海面温度低 我明天到晚告诉大家 说台风的能量来自什么 来自海面的温度 对不对 海面温度越高 台风吸取能量越强 那你看一下 在课本上 地球科学课里面 讲的要死要活的 比不上这边看到 一个台风形成 经过的路线 瞬间海面的温度 从红的电脑晃 你想看完这个影片 根本就不要花时间 就应该学长讲 学长怎样懂呢 它只要形成了一个气学 走的过程中 就不断地把海面的能量带走 你可以看到它经过的地方 瞬间 海面是从红色变成 黄色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示 真的很精彩 就是九年电视 这件事情 下一个是什么 欧米尽导力十项 各位 我们中学就学过了 什么叫做 导力十项 可是我一直到农天 才知道导力十项 你知道吗 在这个导力十项 这个大镜子前面 我们每个人都个影像 这是带着我去参观的 探索馆的馆长助理吧 有没有 他就看到 我在里面的导力十项 走到我的导力十项旁边去 对我耳朵讲话 我就听到在我的旁边 后面女孩说 因为她也要她也要 她就看到 那个女孩的导力十项 过去这样讲话 那女孩在我里面尖叫 听到她的讲话 然后呢 她把手电口照在我的头上 我前面的导力十项 头上就出来个亮点 她把手电口照在我的导力十项上面 我头上就出来个亮点 也就是说导力十项很实义 是一而二而二而一 一模一样的 那个才叫十项 所以很精彩 看到没有 她其实现在用手电筒 罩在那个女的的额头上面 竟然在她头上出现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亮点 很好玩 这是另外一个宝宝的东西 各位 这个弹簧 你看这个弹簧 是一个食物吗 不是 它是一个石像 它只是因为手伸过去 什么东西都没有 大家看一下 你妈手电脑照过去 你能想象吗 一个什么东西都不存在的像 竟然可以反射出金属的光泽 跟成在后面 像本身又跑出一个像来 你以为这边是有东西的吗 这边没有东西啊 这是一个mh 所以看到这个 正觉得 我们以前对岛历史相当的一切 我以前对岛历史相当的一切 我以前对岛历史相当的一切 是完全错误的 你看这个好像孙管长在那边忘写 其实不是冒写的 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刚刚讲了两句话说 第一个 物理知识不正确 第二个 大理认知有问题 你说孙管长 你讲话的态度怎么越来越像美国 怎么能当选人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